好,我们大家先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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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世教一记教官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各位毕丘,各位商民,商民,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谈到这个五根的次序 这个升起的次序 举这个五根之次序 这个在句子的论上是这么谈的 那么 所谓的信 应该是对因果 因果甚深 对因果呢,升起信心 那么为果修因呢 才次序的升起这个精进 这个精进之后呢 因为有精进的力量 你的念就住在那里 就不放逸了 念 精进 那么呢 就不调举啊 不这个 不去调举 那么住缘于一静之后呢 那么就不散乱心就得得定 那心能得定呢 那心能得定呢 就能够明了 如实知 一切法的道理 那么这样就叫做得慧 所以信进念定慧 是顺序 没得辩 没得辩 这个倒是真的 这个各部论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 好 那么大圣 接着呢 大圣 大圣益章 还有这么一段话 也说得很好 他说信为行手 故先民为 这也是在讲顺序 那是由大圣益章来谈的 那么呢 信为道元功德母 这一再会被引到这个观念 那么就是 所以以行之手 你要有相信你才会行动 故先民信 那么呢 因信而造修 那么你就造修就会精进了 故次精进 那么因为精进呢 语法能念住 语法不忘 不忘也念住 那么所以就是念 那么故次民念 故次民念 那么呢 这个念了之后呢 已有念故 那么呢 语法呢 不动 语法不动 这个所谓的语法不动啊 这个 语法不动啊 这是我们修行 大概是最需要的 但是修行没有得暖胃之前 没有得暖胃之前 这个暖没生起 那么那个法的滋味 滋润 难以抵抗 难以强过 对于五欲的追求 那五欲追求 或者说贪生痴这些追求 对每一个人来讲是 溯源不同 有人贪情 有人贪明 有人贪财 有人贪色 他连情都不贪 他贪色 色 欲 叫欲 佛门里头 色是设法而已 他贪欲 欲跟情呢 不太一样 但有人只贪欲 那么这个就是 你因为你的那个法 修行没得暖 没有得那个暖相 所以呢 你 常常就是进进退退 所以我们修行要得那个暖相 那个很重要 那他最好的方法就是 专注不退 所以说是什么呢 已有念故啊 注法不动 这不动就是不动不转不退了 转就旋转了 往后走了 不转 或者换方向了 叫做转 那么这个是不动 就是住在那 那么这需要呢 一些鼓励 也需要一些认知 更需要在修的时候呢 自己明白 这情况是怎样 不然你的进三步退两步 然后两三下子又没有那个动力 那就是 以前有进的少分呢 就退光光 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以念故啊 注法不动 这样子 注于法不动 那这样子这个暖 暖味 暖呢 温暖的暖 这个暖 这个暖能够一直保持 那就慢慢会生烟 冒烟 冒烟 冒烟就相似 相似症 相似的灰就出来 接着呢 就发火出来了 火出来了 就是智慧火烧 那就可以烧 烧尽什么的 烧尽这个 这个我们的烦恼 那么所以说 在暖相上是很重要 当然呢 七贤慰当中那个暖 事实上是 是比较严谨的一个说法 到什么程 状况才有所谓暖 在这里我们讲暖 是一个比喻 就是你必须那种法味要出来 那念佛也是啊 也是有一种法味要出来 法味出来 这个力量就很大了 不念而念念而不念 就是一种暖相就出来 念到能够 能够怎么样 能够一心专注 慢慢的开显内在的智慧 那就是 慧相 慧根 慧力已经出来了 慧的力量 那已经往下再讲的武力 五根之后的武力 那这里的暖 暖相出来就是 云念 注 注法不动了 这种感觉 这种境界 还在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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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 注法不动 所以说 故赐您为定 这里不动就叫定 那么 那么 慧得造明 故后明慧 慧得造明 以心生慧 那慧能够造明 所以最后就叫明 来说明这个是慧 耶稣 这个耶稣 文字上很 很浅白 大家要了解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五根 的次第 马上要把它背下来 很自然的 你就把它背下来 接下来呢 来我们谈谈 这个五根的内容 之前有讲到 五根 智耳大师呢 谈这个五根的时候 就说 哪五根呢 就是五根 就是五根 信 敬念定慧 敬就是敬敬 念 做意于法上 定 于法思维 于法不动 将那个做意 思维呢 进一步的 不动 不动 就是住原 住在那里 不动 那么这个就是慧 那么这是之前 这是总说 我没有解释 那现在这一一 要把它解释一下 那好 性根 首先是讲性根 性根呢 性 与正道 这才是性根 一生性四地 前面讲到 上堂课这个 巨舍论章提到 性因果 对不对 四地就是因果 苦 现一切 苦有苦因 什么是苦因 那就是因果 我先知道苦 我知道那个 苦的因是这个 因 好 苦即灭道 我知道这叫灭 我知道 那修这个道可以正灭 我相信 所以我会去修道 这就是性因果 所以说 生性四地 其实就是生性因果 那四地呢 有个名称叫做什么 四出世间的因果 就叫四地 四间因果就是苦疾 苦是果 疾是因 初世间的因果 就是道灭 道是因 灭是果 是初世间的 所以它就是因果 所以你看看 一切法都依四地而说 那四地就是因果 那我不是说整个佛法来讲因果 因果难信 因果难信 信了你有时候你没办法 还是会照做 所以呢 有时候你不要生气 对有些人的生活啦 道友啦 或对自己啦 什么老是因果信不住呢 或者违背因果做事呢 唉 这就是凡夫嘛 所以要怎么样 要硕硕熏习 从听闻到用功拜占到思维法义 最后注于这个法的道理上 信系念定会 然后最后慢慢开显智慧 能够破你的一些少分的小烦恼 这样子呢 那都名为什么 都名为这个信因果的一个该做的动作 所以它是用五根来让你生信因果 所以说以信为开始 信于正道 那么信什么呢 亦信三宝道 三宝 三宝信什么 信 这就是皈依啦 信三宝其实就是皈依 你有没有信佛 我相信佛 那也只是相信佛 很多人相信佛什么意思啊 求佛加倍啊 求菩萨加倍啊 但想不相信法 没有啊 他没有相信法 根本没有相信身 一宝弟子 有的人信法 他也会讲头头是道 也信佛 那不信身 那二宝弟子 那都不是三宝弟子 所以呢 信三宝的道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皈依三宝的意思 没有皈依三宝都不名为信 信三宝 要知道 所以信三宝的道理 因为他不能产生一种皈依的 什么 这种生命的投入 都不算是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有一个本质 就是离苦得乐 那么你三宝就是一切离苦得乐的根本 那生命的本质是离苦得乐的 难不成哪一个人天底下 哪一个人不求离苦得乐 能不能是地狱众生都离苦得乐 那么你一定有这种本质 你就没有啊 有些人为自杀 那他就不离苦得乐 错 他就是因为太苦了 他认为自杀是 是什么 是解脱 他也在离苦得乐 他只是用错方法而已 方向弄错这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 他的本质就是这样子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没有人有例外 包括佛也教众生说离苦得乐 没有有例外 那三宝就是你离苦得乐的唯一依靠 那你不去 你怎么可能不归一呢 所以你不归一 那就是很难说真的是信 信因果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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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道教啦 人家外道啦 不也信因果吗 他就不归一啊 那我们就说 那就是因为 那个因果不真实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你念上帝啦 你修炼羽化成仙啦 认为这是离苦得乐的方法 就是不真实嘛 就你认错了嘛 认错因果关系了嘛 就这样 就这样子 这样就 就不是真信因果啊 所以信于正道 他就不是信于正道啊 对不对 他信于外道 他不是信于正道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 可以自称说 我相信佛法的正道 但我不归一 没有办法这样推论的 是不能的 换句话说 他坚持不归一 都还在琢磨呢 我们不能说他不错 我们只说 他因缘还没到 这样 我常讲 我说我们也不在意 人家有没有归一 你可以学学佛法 我们也是这样讲 但真学佛法的很难说不归一 这就好像说 出国二国三国圣人 是可以白衣有 有白衣 但三国要正四国 他一定会是出家的 这也是一样的 他自然 也没有人会规定他 所以说 所以说 一级生性四地三宝等道理 不为余法所破坏 其他法所破坏不会 所以有出家人都要去信外道 这就没什么好说了 因缘如此 不过呢 要真有信根扎在那里 他就不动 就不会再去迫害 不为余法 所以不为余法所破坏 才是真正讲根的意思 刚刚根有坚固嘛 能生嘛 真善嘛 的意思 这就是 你看这就是坚固的意思 这坚有坚固的意思 就讲这个 好 法界四地出门 卷二 他说 信正道 这里直接就是案 我自己做一个案 其实就是四念处 其诸道 都信 诸道是什么 诸道是五庭新官 等等 一般来讲总别相念 七贤位就是总相念 别相念 别相念 总相 五庭新官 然后别相念 总相念 五庭新官就是诸道 别相念 总相念 这就是所谓的正道 那后面呢 暖鼎忍 是第一 那都是修这个正道法跟诸道法之后的 这什么 的反应 或者是阶位 暖鼎忍 是第一 那这样子合起来就是七贤位 深文法的七贤 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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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贤是指大乘法的什么呢 这个这个 信 柱行相 实信 实柱实行 实回相 实柱 实行 实回相 这叫三贤位 但深文法当中有个七贤位就是讲 开始在讲 就是讲到这个 那么这都是以识念处为开始 那诸道是以五庭新为开始 所以说诸道 于这个正道的识念处 于诸道的五庭新能够信 是名为信根也 这个是不为迫害喔 那我请问你五庭新是哪 哪个叫五庭新 五庭新这是一个新名词啦 我没有再特别解释 是因为我们觉得可以带一下 我没有用付出再做解释 那直接带一下就可以 停心 停哪颗心 停你的望求之心 不能叫做停望心 是望求的心 只是停望求 不是停望 停望求 望外持求的这个心 我们还没办法 五庭新没办法让你停那个望 但能够停掉望求这个动作 求什么呢 有五种 多贪众生不敬观 多称众生慈悲观 多吃众生因缘观 多散众生念佛观 或者有时候叫属习观 多散众生属习观 多葬众生念佛观 这里的念佛是指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光明 念佛的慈悲等 不是指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个念佛 当然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可以cover 也可以算事 当然念佛主要是求生极乐 不是在修停心用的 但它自然会有停心的功能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生文法中讲的五停心 他当然没有念佛法 我们正说生文法 当然他就没有念 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法 所以他就有这个五停心 为什么叫停 因为你往外持求 视为自然 视为必然 所以你要停止他 你以这样诸道成就 你才能真正去修试念佛 不然你正在往外持求 我怎么拉你来听经呢 我怎么让你到子观堂里去修禅法 念念向外 多贪 多撑 多愚痴 多散 多葬 你看葬是一种诸道 是一种难以修道 你必须把多葬给消除 你才能修道 有人在脸书上回复说 阿法师啊 这次我终于 我要去参加什么 你的慈善会了 或者我要参加佛期了 法华期了 等到明天就法华期了 他今天来跟你讲 来跟你讲 我临时有什么事了 我不能来 人家从大路那么远都能来 不过就住台中 不能来 这是很怪异 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们又不是要卖膏药了 那也不能跟你这样推 是这样 这就是多葬 所以说僧文法中就有这个五庭心 那我们呢 所以我们修大乘法一样 其实这个五庭心都是一个好方法 只是说处理的方 面对五庭心的方法不同 大乘面对五庭心的方法 可能就一次搞定 念佛 如果送大乘法华经 拜唱 就可以一次把五庭心全搞定 全做到 五庭心是一种 是一种目标 那你只要方法对手段可以改变 但僧文法中呢 他是五个目标 五个手段 大乘法呢 常常是一个方法就是手段 或者不要讲手段 讲方法 一个方法完成五个目标 大乘法就是这样 你相信 相信啊 你们的诵经 你要专注诵经 随缘入贯 你说贪嗔痴脏慢 那贪嗔痴脏散 散乱心都没了 专心送 你还要去贪谁 你是不是 念那么快了 稍微闪一下子 就一夜过去了 你还能闪心吗 不可能 贪了 你哪有什么好贪了 你念头就专注在随缘入贯了 没得贪 也没得撑 谁惹脑你才会撑啊 现在有什么好惹脑呢 没有 你衣服晒在外面下雨了 你也得等送完了出去外面一看 啊 怎么这么糟下雨了 我都没注意 那事后的事 你正在诵经会几称 不会 散啊 多贪啊 多称 多鱼吃都不会 所以入贯怎么鱼吃 对不对 多障 障碍 我送念法华经 你还能障碍什么 是不是 得大福报 将来都受寄成佛了 还是什么障碍 诸神 鬼神欢喜 合掌聆听 还希望你多送 你送完了还回向给他 啊 欢喜信受而去 你怎么会这样 啊怎么会散 我刚刚不讲了嘛 不会散 你会专心诵 所以大众诵法华经 那是很好的修行法 一次全搞定 当然你会说 那人家那个僧文法 他修五庭新观 他事后能够依这个智慧来 来面对烦恼 那我诵法华经 我事后有什么智慧可以断烦恼吗 道隆苦语 诵经是呼唤内在的觉醒 因为那是佛的圣言量语言 他所描述的是不思义法 你也没有太多能够思维分别 还是可以思维分别 但没有太多能够思维分别 那圣语的不思维分别是什么 就是不思义 他就是不思义法 他这个不思义的心 说出来的教法 被我在念进来 也在念进来的时候 以我的心随缘入冠随缘入冠 他也在唤醒 我内在与佛无二无别的不思义心 就是我一再地说 诵经随缘入冠的同时 不必多做太多的思维 要思维可以 诵完经你也会少时间思维 正诵的时候 他就在唤醒你 那么送完了 你再去要去思维 我查一下专有名词 这还OK 但你说不 我不 我一定要全部研究完法 我已经每个道理都搞定 我才来送 对不起 这样子反而不对 你知道 理解大乘法 不可以离开修而理解 去纯粹去思维分别的去解 应该是边解边修边修边解 相互如车两轮 一日前进 所以你还是有解有修啊 你不是说真的说 傻傻的送都没有什么理解 不会啊 换句话说 你质疑的说 送完经之后还会不会起烦恼 会了 刚开始当然会了 但慢慢你送送送 送到后来你就不会了 你不但不会了 你对于出家更笃定了 以出家的对于自己出家的身份 更加有方向了 已经有方向对于自己的出家 更加的精进了 一定是这样 那说不上来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一语所润啊 三朝二暮各蒙其力 而三朝二暮自不知蒙力的事实 你看那个草啊树啊 雨下下来的时候 那个草跟树就是逢水而长 长长得很好 但草本身并不知道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 那是不识意法 所以诵经唤醒你自己 那也是不知道的 你禅宗开悟 他哪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开悟啊 时机因缘到了就开悟了 灰师傅注意啊 今天晚课做好一点 我今天晚上估计要开悟 不可能 不可能估计要开悟 哪有可能 对不对 但就是在什么因缘 开悟 对不对 你哪里能思维 哪里能计算 他是这样 你得要有信心 去诵旨 所以讲信根 嗯 这里讲的不是 这里讲就就生文法意上 他是就可思维的立场说 思维正道 思念处 思维呢 五庭心 多贪 啊 贪生吃 散 炸 就是五种 五种心 就这五种心障碍我们 这是讲粗的 贪生吃吃 这里讲的贪生吃是讲粗的 多贪众生 不见关 这是讲粗的贪 那他讲特别讲什么呢 特别讲男女贪 因为经上 神文法上这么说 他说如果男女是欲爱 还在地球上有第二种跟男女欲爱 一样重的 的欲爱 吃饭 假设是跟男女一样 那么欲爱那么重 那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他说 索伯世界就很难有灵出家了 太强了 不过这也不尽 这今天你今天来看 也不尽来说你不知道这个事 你知道太多人出不了家 与其说他娘不让他出家 不如说他放不下贪爱 他担心 守不了独生戒 大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很困难 所以因此怎么样 尽量的 不是尽量的 依着佛说的 男女不共住 是这样 那教导是可以 那你不要共住 好 那么这样子 不会突生麻烦 那么所以他会 以不静观作为补停心 那你要相信 这就是助道法 祝你 他不是纠正到真正起智慧 你把所有事 什么事情都看成不静了 也顶多就是心不贪而已啊 还不是能开智慧 还不是 有助道 多贪众生 不静观 那不静主要有三类 身体不静 心理不静 情感不静 这三大类 一般来讲 男子要重于身体不静 跟心理的不静 最独女人心 哦 要小枝 要了枝 女人心 海底针 要小心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女子的不静观呢 也要注重身 但更加的要注重的是感情不静 在意的是感情 有感情才有性 男子的话 有性才有感情 我说一般的 不是所有人 大体上会这样 那所以说 入处不同 好 那么就是不静观 那么呢 多贪 多称重 称老心 要继续慈悲 所以他生文法的修慈悲观 不是说观一切众生如母 我要度母亲 离苦得乐 不全然是这样 那是要发菩提心 发度一切众生心的时候 才用这种观法 特别有效 那生文法呢 他修慈悲观 就直接加强你的慈悲 他就这样想 他当然也可以先想 令我母 得一切 离苦得乐 但也真是离苦得乐 他没有说他成佛 菩提心是 我未寓意 另一切众生 如母的众生 皆能成佛 那那是两码的事 他只是说离苦得乐 那他也刚开始可以想说 愿观我的母亲离苦得乐 观我的父亲离苦得乐 观一切周边的亲属离苦得乐 而且这个离苦得要想得很清晰 得什么好处 他怎样怎样 最后周边的谁 然后就 观冤敌怨仇离苦得乐 观想得很深刻 那么很清晰 这个就是五庭心观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多贪 再多称 多贪 多称 多愚痴 就是因缘观 多观察因缘 一定是有因有缘 但是从经上说 因为因缘法甚深呢 所以要在经上的很多故事 或者世尊所说 对于某一些事情的说明 讲到因果关系 过去的因果的 未来的 未来的果报的 这些要多怎么样 多在心中转 再来属习观 多散众生属习观 那就是属出入习 这也是二甘入门之一 那么多葬众生 念佛观 念佛观他这样也是观佛像 或者更早期的出家人 没什么因缘 照佛像 那就怎样呢 就是观佛的功德像 用想 冥想 不是指那个见那个像 而已 不是这样 好 这古听学是诸道法 那这样子相信正道法 跟诸道法 这两法 那么名为什么呢 名为信根 名为信根 是这样 好 那么这是信根 那接着呢 这个释教于极著 摩伦大师说 于信于地理 其實信于地理 上面神信师圣地理 意思一样 也就是信于正道 意思一样 同一个 能生一切无肉 根 立 禅定 泄脱三昧 这是法华经上面的用词了 那他就运用了 能生一切无肉 根 无肉 吾肉根 吾肉根是什么 他本身就无肉根了 他就是信根 对不对 这里有两个意思 第一 信根 有时候还没特别谈他是无肉 怎么说 他相信佛法 但是相信来说人天秤的佛法 那还不叫无肉 为善罪乐啦 做慈善试验啦 怎么样 慈善试验可以是泄脱法 慎罪可以是大秤泄脱法 也可以是外道法 那么看你用心 所以信于地理 能生一切无肉根 信本身又增长了他的根 根性 增长他的 那个不动的 能坚固的那个根力 所以说他也能 生起一切无肉的根 那么能因为信而有 念 而有静根 念根 定根 会根 这都因为从前而来 所以说这是无肉根力 然后能根 那就无肉力 无肉力是什么力啊 还是五根 五力 那个五力 信力 你认识信力是怎么样 光有信就是说 我相信 所以我不动摇 外在迫害我 我不动摇 我相信是圣地是真理 最终真理 我修与不修都一样 我都相信它是唯一真理 这叫做信根 那么信力是什么呢 根能够不破坏名为根 力就是能破坏了 破坏对方 不是破坏自己 力 你比如这样讲 有一群人跑着来啊 围着你这个出家人呢 说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啊 跟你们奥密陀佛到极乐世界 不是差不多吗 但是我们释迦佛 你们释迦佛的定的方法太难 我们的方法 简单明了多了 你到 你到我们的天国去 那么就真的能永生 那他只要呢信 只要呢跟着唱圣诗 受洗就可以 你想一想哦 我念佛念了好久了 我相信是相信 但是呢这个 不然他那个我也去参考一下 你动那个心 这就是没有力量 那有力量是怎样 你讲那个话 根本跟我的信仰不同 跟我跟我理解性的不一样 我想都别想 让你讲出口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有力量 断斜见 根是坚固正见 重点 力能够破邪见 尤其是相似邪见 有力 往下会讲到 因为这里有提了 这里有讲到 依此性根 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根力 他能升起五根也升起五根 也能升起五根 也能升起什么呢 禅定 信静念定会 那个定就是禅定的一种 那最后呢 能依定力 造破 智慧造破 能得解脱 最后呢 解脱的智慧与定 等持 等持 那就叫三昧 有定有会 有会有定 定会等持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三昧 这就叫三昧 然持 信根 必念处 所以 若无信静 根 何能生 必定处 我说你信 你要信什么 这叫信 信财 信明 信赦 信 信世间的染无相 这是世间人的三归一 归一明 归一情 归一财 其实在顺序上 也是归一情 归一财 最后归一明 先有情 为了情的完成 要来求财 最后有了财了 还不够 要有明生 财 财是故身体外在 明是故心理的 我执的 不一样 这是世间人 那么你呢 你所谓的信根 一定舍不掉什么 你所信的是什么 他一定要跟你谈这个 那就是信四年处 所以你看这里讲了 这样讲了 世教义集图上说 然持信根 人必一念处 是念处 有没有 又是一念处 来说的 一念处来说 你没有一个信的境界 你说你的信什么 我就相信啊 相信什么没 没有 哪有这样 这样话不完成 一句话怎么完成 一定是相信个什么 所以一定要有静 若无信静 跟何能生 不要说跟何能生 信意不成呢 信就不成就了 不成就 当然不能生根 是这个意思 好 再来 世教义集图记啊 他在解释上面这段话 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但大家带了一下一些隐身的意思 于是念处地理啊 生忍要欲 这要念要 不是乐 如风垢滤 够命 如堵思辱 能如是生住寄信 便生一切无漏功德 信为道远功德母 好 华言金云 信为道远 信为道远功德母 好 那么 张扬一切诸功德 诸善法 不是功德 功德母 你看看 功德的母体 人生功德 所以没信就没功德 这个事情就大了 这甚至连藏传密教都会这样讲 你要得功德 修法的功德 你对上师都没信心 你还修什么功德 就譬如这意思 很多情况 对禅师 修禅 对自己的师父 没有足够信心 那你怎么修功德 好了 这是这样的信 那这样讲起来都是对人 no 也对法更重要 尤其是汉传大乘 前天嘛 前天嘛 有台大 什么国防医学院 同学啊 那么 法坛 问佛法 那么 就像现在的灵性人所面对的 也像是我们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前所面对一样 他就觉得 嗯 大乘佛法好像不是 不是这么顶弹传承的 我说是啊 本来就这样 念阿弥陀佛谁都能念啊 念阿弥陀佛还需要经过谁的经手 才能够接引你吗 就是你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传承 有啊 那就是你跟佛没 他传给你啊 嗯 这样吗 不用经过中间 有 经过中间 中间不叫传承 中间叫做媒介 媒合者 做媒人 不是媒人跑去驾 跑去取啊 做媒人 只是让你们双方驾取啊 师父或者教典 汉传的教典 他并不是要你依赖他 做所谓的传承加持 你才能够见佛 受佛的功德加持 不是 他是一个媒介 这个媒介 让你跟佛直接结上关系 从来就是一对一 一个你 一个佛 一个佛那么相对 对 一个对应关系 不用经过重重的人 去对应 这是汉传国家特色是这样 这都从哪来 从信的功德来 没有这个你也能量 我这样讲你要信 因为他的事实就这样 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 所以他才能就掌养切得诸善 这连声文律都这么讲 你要知道 声文律就怎么说 他说佛的戒体 佛的戒体是由私私相受 所以说佛传给了阿难 贾舍尊者 优婆利尊者的戒 优婆利尊者再剃度人 再教他观想 然后再传给优婆利的弟子 的弟子 再传弟子 然后一路分布全世界 传了各地 这就是有传承 但是呢 这个 万一这个你出现了一个 贾书家人 他贾和尚 和尚是得戒体的对象 我说和尚坐中间的那位老和尚 我也不一定老 就是那位出家有年的 那么的戒律师 那么就 那么在那里了 传戒 那你呢因为很恭敬 律上说 因为你的恭敬心 遭感 那么呢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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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那个得戒的和尚 是冒牌活 那么他有罪 但你得戒 你看 这不要说传承是真 是有没有断 那个传承是假的 这个白衣和尚 假的嘛 这总而言之就是假 他是白衣喔 不是说那个出家犯罪 犯戒 施戒体 他来比那个更严重 他连出家都没有 他是假装出家 那天 这样你还得戒 所以连僧文法都是玄德 都有接受这个概念 好了 再讲大圣法 大圣法那个 梵网经菩萨戒本上 他就这么显 他就这么讲 若有菩萨法师 那么于菩萨法师前 什么 什么 蒙受 受戒 以师师相受 若无有菩萨法师 于佛前 那么怎么样 应该呢 礼敬惭悔忏悔 然后最后见光见花 蒙佛授祭 你能够什么 恢复心境 恢复菩萨界 能这样 你想 苦道理三世诸佛 见光见火 摩顶 意思就是 没有人有受菩萨戒了 或者受菩萨戒的人 你没因缘过去亲近他 乃至于他戒体不亲近啊 什么的 你自己自求都可以 前面还有个假的 让你观想当作真的 将你因为恭敬心可以得戒 现在呢 根本没有佛前至世受戒 都还可以 你想想看 大家苦道理三世诸佛 苦道 苦道就是精勤的修了 叫苦道 不是苦而到哪里 不是 这苦道是一个形容词 是精勤的苦修了 诸位啊 大乘律小乘律通 就直接跟你讲玄德 这个观念 玄就是他在那儿 我在这儿 我们并没有代代相接 我们并没有 这样 这都是 这都是一个 一着坚固信心能得 我记得还有古德这么讲 他说啊 无论你的上师 你的老师 你的师父 不要讲老师 你的师父 老师是通世俗话 佛门里头怎么老讲老师 不要讲老师 我们讲师父 你师父 这是凡夫 没错 但是你基于信心 他现在已经不是传戒题给你 他现在传法给你 你只要有信心 哪怕他是凡夫 你也能得 我讲过这个故事了 在西域有诸家人 听经 听了大德讲经 连续讲了一个月的样子 讲了一部什么重要的经 那年经 然后他去亲近他 他讲经大家都走了 他留下来 留下来 就问法师 我有个问题 跟他私下问 他说可以了 请问我怎么正出国 法师想 哇 帮帮忙 我都讲了半天了 你还不是 你要问我怎么做出国 他就想 好吧 今天小朋友送我一颗篮球 要不你在那个角落那里 万念不生 他想跟他傻傻的嘛 傻傻就糊隆他 万念不生 不其一念忘念了 放下一切 还真的 是哦 这样子 好 我忘念不生 弄了一分钟 他在收东西 一嘴 还在那 他不知道我在跟他开玩笑 好 我就问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就把你强 丢上去 他打到他头 敲到墙壁 开悟 当下正出国 你不要去想 我们也会这样 我告诉你 敲破头你也不会这样 再来 大概也没有人敢敲你的头 因为一敲了之后 你就抓狂 骂人 追人打了 你看 我只是想要开悟而已 为什么你打我那么凶 还让我去撞墙 他是打到他的头 头又去撞墙 撞墙内叉呢 体会那个元旗信封 是道理 正出国 就这样四个角落 都正了 正了国了之后呢 他是什么 能够专注的解脱 所以他能够有神通 现神通 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 身下出水 身上出火 大声小声 这样变化 变化完了之后 把那个法师 骗他的法师 吓坏了 我刚刚糊弄圣人 他吓来 他跟他讲 法师啊 不是 你没有糊弄我 我说我过去 正德宿命 他说我过去 贪令法 贪法 不让人家知道 人家来问 我为了顾左右言 他甚至说错了 你知道 这个我不是批评了 有位法师 长老 他往远及了 他可能有什么秘义 但这不能拿 拿来跟这个什么 我们说 贪令法 贪令法 是名字 你来问我 我不想答 我要答你勒 你口才那么好 将来我告诉你这样 你去外面讲经说法 讲得比我好 抢走我的市场 不至于啦 不会这样 出家也不能这样 但就 当时就是这样 他就说 我因为正德所 我看得到我的过去 你看这一刹那 一刹那极永恒 他说我过去曾经 令法 不说法 所以呢 这些叫法 其实我能转 但感谢你给我这个姻缘 糊弄我 让我撞墙 我念头不起 一撞墙 你这没办法 所以现在谁敢这样对你做 对不对 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家 帮我们这样做 所以说信产生大功德 所以说信誓念地 誓念处地理 所以与生忍要遇 注意来了 为什么要生忍 很生的忍 不是众生忍 是任何忍 你都要深深的去忍 什么叫生忍 是我常讲 忍而无可忍 我也是生忍 忍有可忍 那就有 有个对象可以忍 那就不叫生 不叫很生的人 不是那个无生法忍的生忍 很生的人 不是 那为什么是有这种很生的人 那是为什么 那是这样 于一切闪动之外缘 了知他不可爱 不可真实 于一切四念处地 了知他是最终的快乐 善因缘 也了知佛的所说不虚 古得修士念处成就 我都了知这样 所以我对于我这个凡夫 还在贪别的贪别的 要生忍 深深的忍耐 但忍耐分两种 能消解的叫做焚化炉 不能消解越堆越多 都要后来变成什么 精神分裂 这个这个这个 自闭症 什么 什么样子的症 很多 这些呢都是因为怎样来 都是因为 你 忍 而由何忍 今天忍的只是硬压 那压压压 那压压压! 那就厕所 垃圾桶啊 你一個垃圾桶 垃圾会减少 不会 哪一天要被国ori打翻呢 臭不可闻 什么叫 老鼠 你心中的小无名 可以为小事情� 抓狂 就可以这样 对不对 所以忍 不能硬 不能硬拗 尤其現在這種社會 大家的逼迫性很強 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權利 義務 權利都很在意 義務他不一定那麼在意 權利 簡單的事情就會讓他 就會讓他生起那種暴跳如雷的狀態 那就是什麼 那個不是生人 壓抑性的人 所以忍要這樣講 一定是我生煩惱或者生貪愛 或者生心動搖 動亂心 那我才會怎麼樣 我才會不忍 但是忍本身你看 頭上心上一把刀 好難說 會生病 心上一把刀 會生病 那 你要了解 這樣怎麼辦 要知道 這些惡法 這些動我心的法 無非 就是我的惡緣所遭感 今天他現前 要不就是 我的眼前的小姻緣沒處理好 再加上過去的惡緣 所以暴跳如雷 剛好幫我消業障 我也可以學習 我也可以學習 學習 這個這個這個 觀察因緣果報 感謝 感謝 當你真心想到這樣 這個講這個惡話的 你一點都不生氣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跟他斷過去的惡緣 至少這件事情上的惡緣 就斷掉了 你要這樣想啊 好了 就這樣想了 片一切處都是這樣想 那這就是僧人 很僧的人 那麼這樣的僧人 對於貪愛 你也能夠不動 對於放逸 你也能夠不放逸 好啊 忍那麼久了 佛系打了七天了 第一把電一定要出去玩 要去遊台灣 是這樣 留下來幫忙打掃啊 咻一下不見人影 他快撐不住了 那這樣什麼 語法忍不住 語法 聯音室啊 大酸生上山啊 十天了 還不是七天 餐公館得緊 大酸生呢 算小孩子 啊 忍住忍住 一到那吃完中午的那個什麼 圓滿腳的時候 他連五歲都不睡了 東西一弄拉了 他就請著哪個居士 幹嘛把他再下山 快撐不住了 這個不是對惡法的不能忍 他說對善法不能忍 他說對善法不能忍 這樣懂嗎 這叫生忍 有兩種 深深的忍有兩種 這裡講的是對善法能忍 深忍要欲 好要 有所求 有所渴望 不會因為修這麼一下子 啊 累了 不要了 我們就這樣 所以我們要與法 善法也要能忍 與惡法也要能忍 這才叫真忍 這個忍要這樣修 是這個 所以說深忍要欲 那麼像什麼一樣呢 是主動的 愛 愛好 如風垢密 垢是什麼意思 垢就是 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掏了 你看那個蜜蜜蜜的腳啊 他會就這樣撈 撈 撈 撈那個什麼 撈那個蜂蜜 蜂蜜 這樣撈 撈了帶回來 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的堆疊 好辛苦 讓他晚上 冬天能過冬 這樣 如風垢蜜 如賭 是乳 乳就是發乳 這些乳就是發乳 毒就是什麼呢 毒就是這個 小牛 小牛肚子餓了 找母牛喝乳 我們的法生餓 我們找佛法修 若饥若渴 有人說修行要必死的決心去修 有時候這個太壯烈了一點 對有些人聽了也會害怕 應該倒過來說 要如風垢蜜 如毒思乳 深深愛 這個這個這個 躍鬱 好躍 渴求 主動 這才好 如是深 能如是深諸盡性 深深的注入 深根就深了 然後產生清淨之性 變身一切無肉的功德 我剛剛講的故事 很多也大德 有些大德也這樣講 他說你呢 哪怕只是對你失誤的一些行為 產生懷疑 他都會擴張成為其他部分 最後連道德 連教法 連他所說的戒法 你都懷疑 所以應該要注意這個疑根不能生長 反過來說 如果你對一個很凡夫的師父 就具足了信心 那麼你自己就能得到更深的加持 你的師父只是一個媒介 真正學到了法的不思議 那是靠夜宵 然後呢這個這個這個 內在的這種顯現的真理啊 能夠因為夜宵而凸顯 那這夜怎麼能消呢 你就能不能忐忑假裝 或者是生命的對待真理啊 對待教導你的老師啊 因為你你這麼一對待教導你的老師 那老師教你修行教你解門 你就沒根了你知道嗎 這法他在教的 現在我開始懷疑他對不對 或懷疑他好不好 那這樣話你聽來的法 你會實踐嗎很難 很難 所以信根是一切道元的功德目 他能夠長養一切善根 講那個老人呢他在牆邊被人家丟那個球 他居然正出國 能長養 善根 所以最後對於所信的真實不真實呢 這樣當然你去信 你當然要經過減別 就好像說我們親近一位老師 親近一位法師 師父或者是密教講的上司 那你當然要去觀察 但是你真的觀察到一段時間 你真的要信 那就要信入不要再動 信根要扎深 正對於要下一段 用信力來給予排除 我自己有個案子 例子就是我們在以前親近燦工 後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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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他是乃至於軍中啊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出家前啊 甚至出家後 以後有人會怎麼樣 你親近誰啊 誰啊哪個長老啊 怎麼怎麼怎麼 他會這樣講 對方是出家人呢 那我那時候還在家 你知道我怎麼辦 我如果默然讓他誤認為他的批評是對 我如果跟他辯 我這個我在家人 我怎麼可以跟那個出家人辯 何況不一定辯贏 再來啊就算辯贏了 大家講呢 耳龍臉刺的聲句還更加毀霸 唉我想一想你怎麼辦 嗯 我就跟他這樣講 嗯沒有錯啊 你說哪兒長老怎麼樣好不好 我覺得 可能你有道理哦 欸他傻眼了 我在批評你親近的長老 你居然說我有道理 那我就傻了 那我就說 那我接著就說了 我看他不懂 我就說 我親近哪個長老 又不需要他是聖人 他才能教導我 我相信他的道德跟善意 那這樣就夠了啊 那你不相信你大哥去找你該相信的 你在那邊光批評沒意思啊 因為你不用對我說他不好啊 他本來就有可能不好啊 千百個不好都OK啊 但我相信他有個好的 他不需要是聖人 就像不用一天到晚跟人家講 我爹多偉大 我娘多了不起啊 你娘 你爹 還在出婚啦 還不信佛啦 還會放三寶啦 搞不好還會 逃漏稅啦 搞不好還會走後門啦 塞紅包啦 搞不好講話很不重聽啦 搞不好對你們兄弟姐妹 不平等啊 那我可以一堆缺點 儒家講的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 應該有另外新的解釋才對 不然你把他聽成這樣 家人就可以包庇 包庇錯誤 沒關係 你罵 無非就這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去講可以 但我只要有一件功德對在我身上 對我有價值 我就覺得太感動了 太感謝了 那那個德 那個他在罵的那部分對我來講 好啦就算真 那我以後我不要做 他還是用逆向來教我 那如果是真的那部分呢 對的好的那部分 那我能真上 更加真上 所以說那個信啊 能夠遮斷什麼 遮斷你的疑 遮斷人家的質疑 現在就是這樣難堪 就是說容不得你親近的人啊 一點點什麼的 江湖上有什麼話 一講出來你就 就動了 就動了 那信心比什麼 比棉花絮還要輕 小小一風吹來 就飄得不到哪裡去 弄得怎麼樣 弄得那個長老也好啦 大德也好啦 善知識都不敢教你啊 教你 不是說有用沒用啊 教你哪那個 你反咬一口 因為你可能什麼事情 你就失去信心了 那我怎麼保證 我又不是聖人 我怎麼保證你哪時候看哪 哪一根筋 哪一句話 哪個動作 哪個行為 哪個穿著 哪個發願 哪個發心 去觸腦 觸腦了你的信仰 你原有你對我的想像 然後你懷疑 這樣懂嗎 所以說信 對人 對法 你要 你要有那種不動的 那種遮止力 信仰力 那他功德就會升起 那他功德就會升起 功德就會升起 那對法 你根本人不能懷疑 大聖經典是否佛說 那你的信心又全部破光光 同樣道德 所以信為道元功得母 這法焰經就這麼講 長養一切諸善 道之元功得之母 修道的發起 升起 那麼成就各種功德 所謂的加持就是信 沒信就沒加持 好 那麼大體上講這樣 那麼接著是精進根 又名情根等 這個呢 我們下一堂課再說 向下文成 眾生無邊誓言度 煩惱無盡誓言段 法門無量誓言學 佛道無上誓言成 智慧以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法無上心 智慧以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智慧以身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無外 一切無外 願意識功德 莊嚴佛淨度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度苦 若有見聞者 蹊發菩提心 蹊此與保身 以盡主與保身 同生极的果 同生极的果 ナモオミッドフ ナモオミッドフ 等一下 看一下